这期的夜晚一刻 选题跟过去会有些不同 我们请到了知乎上的投资大V沈宜斌先生 我们两个人都在上海被困了四五十天了 我们俩聊到了这个疫情对投资和制造业的影响 还聊到了现在全球的供应链正在经历一个新的钟摆运动 从效率一步步划向安全 而且比起大家都认为非常严重的半导体问题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领域可能存在更严重的更大的危机 也正在运营 沈兄好 你好 依然 今天欢迎你做客依然一刻 今天想跟沈兄一起来聊一聊 就一个投资人的角度 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封闭 那么他对我们的尤其是实体行业 像我们聊过的半导体或者是电动车这些领域 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所有的大款的活动 目前来讲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所以也就只能先搁置 但是我们经济口相对来讲 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那会是比较难受的 我们因为投的比较多的是这些制造业或者是像一些芯片产业 那是现金指出的 你要电费啊 你的这个这个超进的这些设备的运转 然后你的这些超水水的这些运转 他都需要维持这个厂房的这个接近度 否则你一旦厂房污染了 那这个产业是暴废了 所以说这个封闭让我们的生活慢节奏了 但其实厂房它是很难彻底停下来的 它是不能停 它是不能停 那这个比汽车还严重 汽车是停线有代价 但是还是可以停线的 那照你这样说半导体连停线都不能接受 是这样 就是说它的这个厂房的节契度必须维持 就是说产线你没有东西 当然没有办法 但是你的这个超进的这个环境 你的空调 你的那个化学过滤器 用化学过滤器的空调 你必须维持一个 明白 因为你如果不进行这个持续的进化的话 它也会从一些各种缝隙 你会漏进来这个粒子 或者叫做这个极小的这种 它都连灰尘都不算 这些粒子 那掉到芯片上 或者掉到机器上面 就会造成一些粮绿的损失 甚至是永久性的设备的随换 那么像这块的开支 它是必须维持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没有入金 只有出金 那整个企业的现金流会非常的紧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同样也是因为物流的这个封锁 那么供应链 也会变得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现在半导体的整个的产业 不仅仅是我把新链拿进去生产 然后封装出来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些 尽管设备已经国产化 但是你的一些核心的耗材 零部件 然后一些原料 尤其是化学品 仍然是依赖于国外 尤其是日本和欧洲的 那么像一些成熟制成的光刻胶 光刻胶你囤都没有办法囤 因为它是有保质期的 它就和食物一样 而且它保质期也并不长 最长一年老得了 一旦光刻胶断供 你的整个产性全部都 就是产表任何产品 那么因为上海是一个 最主要的进行港 实际上像长三角的 大多数的半导体企业的光刻胶 以及其他的一些像特弃 像一些这个 显影的这些药水 它其实都是由上海进行的 那么上海的这个物流 封港 挺运以后 那这些半导体企业 实际上它的安全库存 很快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告紧 甚至 那么从封锁到0月之后 如果再封 有些小厂肯定已经是提供了 这个我知道 有一些大厂有可能 如果说得不到 这个物资的持续供应保障 如果你又不在上海的话 是很有可能停产 对这事我其实就会引发我一个思考 在我们小时候那个状态 那时候中国人的储蓄率是很高的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反而看风险能力相对强 有一两个月 你有一些工资的中断 其实大家还算OK 那时候的物流速度 企业与企业之间信息交换 物流人流交换的速度 都比现在要慢 反倒是我觉得在今天 因为今天 丰田的这种精益生产 席卷了制造业 大家都讲究一个零库存 高周转 然后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的 今天中国人比20年前有钱很多 但今天一个人拥有的钱 和他每个月开销钱的比例来讲 其实今天要恶化了很多 然后我推挤及人 我就会觉得 其实像这样的封闭 持续一两个月 其实在微观上 真的会对千家万户 包括对非常多的企业 其实都是很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今天都把自己 今天生活中经济体重的个人和企业 很多时候都把自己逼到了一种 陷阱流紧张 细用稀缺 其实我们是承担不了风险的 今天 是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几十年 其实从整个国际链的角度来讲 你可以看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像在十几年前 我们能看到很多个 很多国家都能够造自己的车 是 意大利能够造车 然后西班牙可能都能造车 西班牙可以的 甚至荷兰应该还出过 还出过自己的 完全自己研制的飞机 但是现在这些都消亡了 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复杂度 我们终端产品 尤其是芯片引进到整个工业产品 大规模应用之后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这个链条 就变得越来越惊喜越来越长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 独自去完成 从头到尾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我就说半导体 半导体其实只是倒一个原料 其实也是下游的 这个工业产品一个原料 那么它再往上 这个半导体的玩意 它本身就是个几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场 材料 设备 然后这个制造 封装 然后在这上面还有一个设计 迭代整个全过程当中还有一个设计 那么这么多环节 在里面的话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公司 它能够独自完成 从头到尾所有 所以我其实想打一个比方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就好像踢足球 过去我们踢足球的时候 一个标准的出场阵容 进场是首发球员是11人 然后踢足球员还做了7个人 所以这就保证了说 11个人当中就算有人受伤了 踢足球员马上就顶上 我觉得今天的全世界的供应链 就好像是 如果把一个公司比喻成一个球队的话 你自己首发是11个人 然后你踢足球员就做了俩人 然后一旦你有几个环节 比较麻烦 你真的没有人可以换 你只能一勺打多 或者你让后卫去当门将 然后你这时候就得总经理 拿着一个支票 全世界去找替补球员 赶快把它买过来 然后想办法做交易 做流程 所以这就是世界的产业 就像一个钟摆一样 一头是极度的安全 所有东西全部都在里头 另外一头就是极度的效率 你只做你价值最高的那一段 那么现在这个钟摆 已经从效率的这头 已经开始往下走 开始往安全的地方再摆 那么从背后的它实际上 是一个全世界的产业链 已经被 这个秩序已经乱掉了 因为一个是新冠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中美贸易战 但是你在公益安全上出问题的话 你必然是需要 花费很多的额外的资金 人力去应对 你新增出来的这个安全需求 但是你这个企业过去的融资结构 是按照效率的这个逻辑去做的 那么现在这样子去调整 你的资本市场 能不能够支持 你的整个的股东层 你的公司资本结构 能不能去支持 去做这样的变化 这个都给企业企业非常好的挑战 是的 但我自己觉得 除了硬件供应链的稳定性 我觉得其实软件 供应链的稳定性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如果我们来 划一张图表的话 我觉得可替代性相对最强的 其实是传统硬件 然后到了半导体这类硬件上 它可替代性其实就会比较弱 因为半导体它是非常容易强着 很强马太效应的 所以它的产能集中度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出现了台积电这样的巨头 它一加可能在它的领域里 价值链里 它可能占了全球非常非常大 甚至大概一半的这个份额 但是如果我们再往上看 看到这个软件层面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隐患是更大的 像iPhone这个玩意儿 这个东西现在全球的两大技术分支 就是苹果的系统和谷歌的安卓系统 就这两大 一旦你跳出了这两大 其实这些消费品的发展 就会非常的困难 华为的例子就摆在这里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 现在由于我们比较复杂的消费品 都是硬件 一般硬件套着半导体 再套着这个软件 实际上软硬结合 是全世界的大使所取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完全不只是硬件供应链的安全问题 实际上软件供应链 可能会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只是新冠这次暂时没有把软件的问题暴露出来 软件供应的安全问题 被我们中国人看到 其实更多的是华为事件 但是以后说不定还会有第二个华为事件 第三个华为事件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带给大家的冲击 会比现在的新冠更严重 其实软件比你更难做 因为一个运行非常好的系统 一方面你要叫大家去接受它 首先它的开发准备非常高 其次就是你做得越早 大家越已经有了一定技术以后 这些用户给大家反馈 能够快速的去迭代改进以后 你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客户 这是一个极强的一个马带效应 这就是所谓的平台和生态 那么这些软件 尤其是工业软件的生态 是极其封闭的 这些工业软件的生态 它实际上不仅仅是说我是一个代码 我是一个控制逻辑 它更多的是一个过往经验的积累 这过往的经验的积累 你就算抄你把代码全部拿过来 你也不许会回去实际的 因为你不是它是怎么来的 我特别同意 我认为软件比起硬件 软件更像是纯粹的人类的智慧思想 价值观的结晶 我们今天的轮胎和电线可以替换 你一个轮胎供应商联络 我再换一下 然后刚才如果你土相质铁不给我们 我们这边有五缸 有这个鞍缸 有这个宝缸 其实都可以替换 但是你越往更抽象的这些人类工作的结晶去靠近 典型的就像操作系统 或者非常复杂的工业软件 这个里边蕴含的这种无比抽象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难以复制的 对吧 就像你说的 所以的话 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 如果你占据了这个生态链的上游 实际上你对于向下的各路硬件和原材料 其实在产业链上你的地位 可以说是叫一览中山小 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统治级的地位 非常难以复制 现在半导体里面它就有这个设计材料叫做EDA 因为EDA它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整套的逻辑 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排布我的整个的版图 它的这一套模拟 以及这套测试 这套流程 以及我们的芯片当中 其实也不一定所有的都是自己的 它可能会需要购买一些比较成熟的 其他人的局部的设计图 作为一个IP 那么这个IP它还成为一个App Store的功能 那么而且这个EDA它还会说计刃厂就是和台系电这些计刃厂是深度保定 我们一旦离开了这样的软件以后 现在就市场出来今天 这让我想起当年的一个往事 那时候我还在东西产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同事 是一个前辈 他是比较优秀的工程师 就派到日产去工作 回来以后就跟我们讲 他说其实在日产工作 站在十多年前的角度 那时候觉得日本是先进的汽车大国 中国的汽车工业那时候还是比较薄弱的 远没有今天的水平 那时候就会觉得日产比较先进 但是他说其实去了以后 一个月就能适应那边的工作节奏了 但是他一回国 他就觉得在东风日产的技术中心 其实没有办法像在日产工作那么从容和高效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那边它融入到日产全球的所有的工具链 那些工具链都向你开放 那些工具链都环环相扣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标准思想 其实集成在里边 但是你到了国内的这工作环境 它实际上会更原始一些 缺乏那么多成熟的工具链 缺乏那么多非常成熟的开放的这种标准 因为毕竟是合资公司 它的母公司对你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提防和保密 这是很正常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形态就会更原始 这也是我们在国内看到的 国内非常多的这个公司年龄都不长 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沟通和经验传授 靠的是口口相传 师徒 对我们还停留在师徒类的生产关系 这个不仅反映在研发类的工作 其实包括我比较熟悉的品牌传播 这类的工作 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现象 你在一个更典型的这种国际大公司工作 它可能没有中国公司那么996那么拼 但是由于它把长期的一些价值观和思想和方法论 沉淀到了一些工具和一些标准上去 所以导致了即使是一个新员工进入组织 它是比较容易适应的 也能够比较从容的工作 相反的中国大家会很忙 但实际上我们过于依靠客户相传 又由于中国的员工离职率 变化率其实是比较大的 这就导致了每一次员工的离职 其实就导致了公司的大量思想和智慧就流失了 如果把企业比作为一个记忆体的话 那么我们留下来的这些操作经验 它实际上就是这个生命体的一个记忆 那么如果有一套软件 就相当于把你脑子的东西写下来了 那后面就算你死掉一点的脑脑细胞 你还是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还是能想起来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师徒制的公司的话 实际上当人离职的时候 这公司一部分也就带走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早期投资的时候 我们也不看公司的财务表 最后还是看人 明白 最终而言企业还是人的组织 那么你怎么样去把组织的经验 去留下来传承下来 那是一个其实对任何企业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 就把它的这些知识结构化可检索 那都是一个非常坚确的挑战 那当然来讲我们这个行业 是最最最飞掉的 所有的经验 很多都是无法演传的 它可能都是一些经验型的 你可能换一个人 他的个性都跟我们几个不一样 那也未必他就能够如到我们这个 这个记起来 这个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技 你是否还像我们上次进行的聊天那样看好 中国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追赶和后凡优势 这个问题 沙总描述这个问题 然后当时你是比较乐观的 我印象非常深刻 对 我其实仍然是谨慎的乐观 对我一直是非常谨慎的 对 我对这个 我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仍然是谨慎的乐观 因为不仅仅是经济的需求 半导体是一个安全品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国防 我们现在的这些就涉及到核心的名声的这些战略 比如说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电表 水表 煤气表 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里面有大雅的芯片 尤其是通信芯片 但是 其他中间的这些控制性 如果说完全由外国人来控制 我觉得就从目前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冷静计划 从这些计划 我觉得美国人对 新系统这种标准的掌控 以及它的这种 对方方面面的这些核心基础 是各国家核心基础设施的渗透 是 我不能说这个一定存在 但是它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 国家存在的第一 第一的诉求其实是安全 然后其次是紧急 那么它是 首先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组织 那么为安全 既然如果说 它在接下去成为一个 更加显现在外的一个国际的时候 那么半岛体的这个产业 它的发展区实在会改变 尤其是国防和技术精神 然后我们如果说 希望去对美国的这种 对美国的这种 未来很有可能发生的 进一步的技术上的限制 以及阻止你的高科技 发展的这种威胁 那么我们必然去发展 属于我们自己的整个的半岛体 如果说没有这种 越来越对安全的这种重视的话 实际上中国半岛体 产业是没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整个的风投的产业 本身就是从 伴随着硅谷的成长而起来的 因为半岛体企业的特点就是说 它前面是没有任何的收入 它必须在整个芯片 制造完成之后 前期投入极大 整个芯片完成之后 我才能看到这个东西 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 什么样的模式就跨倒了 实际上承担极大的风险 整个风险投资机构 其实就是半岛体产业成长起来 但是你看到2010年之后 实际上在美国的半岛体产业当中 更多的发生的是并购 它的新成长起来的半岛体企业 已经极其极其的爽了 尤其是IDM主要重视产投入 其实非常爽 但是在中国非常多 为什么呢 人家已经这么晚辈 我们为什么要去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去调害人家 因为我们的芯片的中端客户 对国产化有要求 所以我们要对上游进行 我们对芯片的设计 半岛体大提琴 第一期头的主要是设计 我们可以利用 现有的国际基础的设施 但是我们的中间的逻辑是可信的 好 现在美国对我的供应 又产生了威胁 那么我们的半岛体大提琴 二期就是对材料装备 进一步的去做过程化 那么我们的一些核心的器件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 军运两用的一些芯片和器件 它必然也会有很多的过程化的机会 而且中国的这个市场 是足够大的 它能够养活 我觉得至少到目前的成熟制程为止的 全套的产业 但是如果要到高端制程的话 我觉得整个的中国市场 可能要去支撑这个市场 是非常吃力的 我们必须去寻找海外市场 自己的海外市场 如果没有中国产业的足够的海外市场 去支撑我们的利润 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研发的话 我相信这个EUV是很难搞出来的 而且就算我们搞出EUV的时候 这个所花费的时间 别人可能也会有更先进的技术出 但是你要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那我们就得造舰了 所以这个逻辑都是一盘可言的 对 而且你要在海外能够渗透你的半导体 首先你得渗透你的消费品 如果你在海外不能够渗透你的消费品 和你的软文化 文化类的产品 其实你也很 包括你的政治影响力 军事影响力 你也很难去卖你的这种 关键元器件 我是指半导体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它是非常的 交织在一起的 对吧 当年只要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的中国建厂 它实际上伴随着消费品 后面跟随的就是整个它汽车产业链的公司 一股脑地杀入中国 当然这是我们当年也非常欢迎的事情 因为为我们带来投资 带来一些技术扩散 带来一些人才培养 对吧 但今天我们不仅依靠这个 我们还要做自己的 所以确实中国的经济状态 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新周期 这个周期的经验 其实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某种程度上 这是我作为一个汽车从业者 我是这么来看这件事情的 那这期的演艺课就到这里 通常我的结尾不会说什么 但这期还是想跟大家讲几句 其实这个节目 正在打造成型的过程当中 非常渴望各位读者朋友 能给到我一些反馈 你喜欢水亮的嘉宾 你想听水亮的选题 你觉得我们哪里做的还不够好 那我会认真地听取你们的意见 此外的话 如果你能够点赞分享 关注和收藏的话 对我是非常大的肯定和鼓励 谢谢大家